超像外星人的 好像蟑螂喔 好啦 我們今天就是要吃這個外星生物 然後配著我們的沙灘 它有4000個平面的眼睛耶 它在日本是很熱門的美食嘛 可是它真的是蠻貴的啦 因為它一隻要1800 要試試看看 好 我試試看 肉感比較像魚肉 這是龍蝦的味道耶 我發現了有一種蟲 它是來自於深海 然後有十四隻腳 它叫大王巨竹蟲 像這個蟲很多人說 它吃起來很像龍蝦 好像都是內地那邊才會有人在吃的 它長得很像一種海鮮叫戰車 戰車龍蝦是不是 基本上先給大家看它長怎樣 來來來來 其實這邊很像蟑螂 真的蠻像的 超像外星人的 好像蟑螂喔 好啦我們今天就是要吃這個外星生物 然後配著我們的沙灘 我發現其實蠻香的耶 其實真的是海鮮的味道 這次要做生魚片 所以你只要會直接沾哇沙比吃 像那個角 好打算那邊拿來 這真的撥撥看 你真的敢摸耶 我有點好奇 你真的我看看我覺得海鮮的味道 沒有臭味 下的味道啊 對啊 如果你這樣子看的話 欸欸欸 他在吐...吐隻 阿聖 他怎麼真的在吐隻啊 我哪知道 我跟他又不熟 哈哈哈哈 我覺得味道蠻香的 這是海鮮味 它平常是吃就是一些死掉的魚啊 鯨魚跟魷魚的屍體這樣 然後它很酷的是 它是人類第一次在深海發現的物種 人類才知道說原來深海裡面還有動物 我剛剛科普一下 它有4000個眼睛耶 在哪裡啊 你找一下 它有4000個平面的眼睛耶 然後剛剛阿聖有說 它在日本是很熱門的美食嗎 可是它真的是蠻貴的啦 因為它一隻要1800 那它最大就是37公分啦 我們這次就是差不多37公分左右 你講直接放這裡烤好了 感覺很好玩耶 很好玩耶 你這樣拿去倒嗎 等一下你要喝一口看看 等一下你喝一口看看啊 感覺很燙耶 嘿嘿 我嘗嘗看 乖 你要烤得好了嗎 好鹹喔 其實我覺得不難喝 你看看看看 很鹹 寄生蟲的湯 就是鹽巴 鹽巴的味道 好鮮喔 好鹹喔 我們剛才解剖完了 肉的感覺比較像魚肉 這是龍蝦的味道耶 是我直接拿這個啊 要吃吃看看 好好嘗嘗看 觸感比較像魚肉 這是龍蝦的味道耶 我覺得是好吃的耶 我沒有吃過這種蟲 好鹹 比較像魚肉 欸我真的覺得很好吃耶 有點像是那種很軟的石斑 你嘗嘗看 它的觸感很甜 好像野人喔 那種石斑 很鹹而已 很鹹而已 看我有沒有覺得怪怪的東西 這樣 給我給我 我丟掉 這什麼 魚肉吧 這魚肉吧 我也你要再拿起來吃 我先在吃腳看看 就很像螃蟹的腳 對啊 你這樣看其實就會覺得是螃蟹了 怎樣 螃蟹啊 蠻鹹的味道 你來不吃吃看 我來看蘇明汁 對啊 最期待應該都會看蘇明汁 我覺得比較像魚肉 就很鹹而已 就是很鹹的魚肉 真的 要不要吃 小朋友才用手拿 頭啦 下陣大頭耶 阿啦 喔 這很鹹耶 好鹹喔 好鹹喔 是不是就是魚肉 那沒錯 它很像是很嫩的石斑 然後肉比較碎一點點的感覺 你知道這樣兩隻要三千六耶 還是我們直接把這隻解剖 我看你是不是 是這麼單調的生物喔 好無聊喔 這什麼 可以在 剪刀石頭 不 不 舔破它 然後舔 好酷喔 這隻肉比較多啦 這隻肉比較多啦 好苦喔 真的超苦的耶 好像舟到喔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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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有點好吃耶 對啊 很好吃的耶 嗯 很好吃的耶 你要說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哈哈哈哈 它的味道很像是 比較細軟的巴鱔魚的感覺 奶油的味道蛮多 奶油巴鱔魚 很好吃 這隻肉真的多很多啦 這隻挑啦 這個屏幕有味道耶 好吃耶